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乡亲一直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政府非常努力在做 当然不可能一步抵达 但是一阶段一阶段的完成 今天的完成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成 又一个新的阶段 包括从东澳到南澳 包括从和平到从中间 还有很多阶段 我们还要再继续来完成 去年底我已经核定了可行性研究 会再继续为花联台东 所有的乡亲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来努力 希望大家一起再给工程人员加油 春节是国人最大的节庆 大家也都想回家传团圆 或到处走走 所以去年我就已经宣布 我们在除夕的前一天 就开始弹性换假了 这是新的做法 希望国人同胞早一点安排 可以方便的时间出游或者回家 同时新的路往完成 难免一开始有些不适应 所以我有拜托交通部林部长 以及内政部徐部长 警察方面先做规划安排 及宣传 让国人知道使用新的路 尤其像苏花改通车 一定给华联的乡亲 台东乡亲更安全 更方便回家的路 希望大家好好使用 但是一开始 有几年节期间 难免还是会有比较高使用力 还是请大家务必遵守 相关的使用规则 一定要安全最重要 谢谢 谢谢 好 苏瓜仔 在今天同车之后 宜兰往返花莲的行车时间 会从160分缩短到100分钟 那行程光是单趟 就可以省下一个小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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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